我们又是因为带着摄录机来送呢? 其实不是,我在旁边的台台也有 但凡我们出去喝菜的汤也是上次我去花刀喝的 看看粟米,先试一下粟米 猪是否软弱呢? 我还没吃人不知道 鲜头的鲜头很软弱 还有西兰花 咬下去,又硬又软 很好吃 而且我吃炒饭是喜欢这样的 这样弄起,这样弄起,放进口 就是这样最好吃 Hello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三年里地铁站上面 今天就带老婆过来这边逛逛 顺便逛逛三元里村 抗婴大街里面 因为这个中数我们来得比较迟 纪念馆应该关了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想看那条片 在屏幕的右上角 就可以看回当时的景点 也拍得挺详细的 在三年里,大家的艺术能场有几样东西 第一个是抗婴 抗婴纪念馆 第二个就是三年里街 三年里村 还有以前有一个叫逆初莲花的东西 或者我们会叫做万克龙 至于这里进去就是三年里村 我先带老婆去那个纪念馆门口看看 第一次 那些村是不同的 有多少老人家在这儿下棋 在榕树底下下棋 有多少档啊 有三、四档啊 三元里大道 上边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就是机场高速来的 其中这里还有一个出入口 还有附近会有很多皮具城 刚才我也看到有些外国商人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大型的电车总站 耳熟能场 无他 小时候大概11岁之前 六岁到11岁 在这里住过很多年 至于万克龙在哪里 我真的不太记得 因为整过了这些路 哪个轨道会记得的 高速上面看到的 是,高速上面看到的 它应该在前边 我认为的 还是一个大商场 我记得 不过你跟以前比 现在叫北风莲花 那时候叫曼克龙 其实也是同一个老板 也是泰国老板 好像阿杰先生 那时候我们不认识 那时候我们不认识 那时候去到泰国 为什么看到那个标准 差不多 那时候真的不认识 后来慢慢才知道 其实是同一个老板 终于我们来到三元里 牌坊门口 进村之前 我们尝试一下 看看 纪念碑 看看 纪念碑 我真的未去过 如果去过 我就不想去 天哥还有人 上天 旁边 超级多人 尝试幸运地 还未关门 1841年 反对英帝国主义 侵略 斗争中 犧牲的烈士们 永随不留 好 大家有没有看我上次去过的虎门炮台 就和这里的故事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一样 就是一样 那些英国人 打到来广州省 后边的故事就是打到城北 城北 就不是现在去到花道的城北 那时还未叫城北 就是这里 打到来三年起村 那怎么办呢 那些村民 肯定是 肯定是起身移动 就是这里 1950年10月1日 就已经立的碑 刚刚见过无奈 49年10月1日就见过 对不对 而且 49年的广州解放 应该是10月15日 一年都不够 第一时间先立碑 反对英帝国主义 我又记得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 老师是带我来过这里 春游还是秋游的 我是第二次来的 想不到还在开门 原先我认为这些公园 始终都是市政做的 到时候就关门 想不到还能进来 带老婆来看 三元里村民 果然够威水 等一会 我再带老婆去三元里村 看里面的景色 我都行过小城东村 我觉得三元里村 其实挺厉害的 可惜来得比较 没什么计划 最坏我们了 没有大宅花 大宅花应该会好些 留待下次 我们现在就过去三元里村 走一走 就在斜对面很近 在排坊里面 我们进了村里面 很容易闹 上次我已经来过一次 上次好像我不是在这个口出的 里面有很多超市 正如刚才所说 我认为这个城中村 是比较企丽的 但当然城中村 也是城中村的格局 那些桌子都会很窄 各种的 但起码这条大街 会更企丽一点 而此同时 这里除了那些 很密密麻麻的屋外 还有很多餐厅 我们不走大路 我们走古庙 前边这些 上次我都好像去过 都挺过瘾的 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可能今天未必进去 关山门 都带大家过去看看 带老婆过去看看 在我们的右手边 有个餐馆 吃鸡 好似的 我进到村里面 当然是很多 各个地方不同的美食 暂时我熟到 广东菜少些 可能这里很少潮汕人 你看上面这个 除了古字外 其他我都认不得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古庙 前边还有的 我记得 穿过这个古庙之后 很多像都遷走了 这里有两个风陆寿 有个围栏围绝 我们都是走回大路 里面有点暗 继续走前面 应该还有一个 哇 这里很棒 一个什么 我都不记得了 一切只为生无生活 即点即销 欢迎外卖 原来这个叫做新海城餐厅 等一会再说 等一会再说 这个 对 搞到差点不想去吃围仙 我们走完一条街再说 走完一条街 村里面已经有很多食物了 不如想想一下 下次再去吃围仙 我们走完一条街再说 很多食物了 又在做什么 做什么 做手丝鸡 那就来到抗英大街 哇 一路走出去 我记得 还有个古廟 我记得 没错 一路走到尾 就是我们上次去海战博物馆 看到有个三元美古廟 其实就是前面去 走到尽头 我们继续走 这里有个书店 其实这间是书店 旅游文化服务商 其实是书店 进去看看 我都没进过去 我记得是新华书店 我记得是 新华书店 有时是 不如进去看看 看不看 没有什么好看 没有什么好看 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 旁边就是新华书店 这里是新华书店 他们一起的 至于这边 就是水果店 小五金店 风行牛奶 至于这边转入去 就是市场 是新华书店 是新华书店 那里是新华书店 是新华书店 入去看看有什么 经济实惠 买点 因为现在始终都是白云区 环明的东西 很经济实惠 就看到苦瓜 豆 有 里面很大 让我带回家 进来市场室内的部分 都很细腻 很干净 三沿尾村 这比我最大印象 真的挺干净 地面又没有积水 好像西关那些 实际 市民 很多都未被公地人 很多是外来打工 买菜回去煮 又有鸡鸭鸭 又有蔬菜 为何这附近那么多外来的人 其实就是因为巨城 各种 这附近非常非常多 你一有巨城 批发中心那些 自自然的 很多货运 快递 这是卖味料 这边就是蔬菜 越走越入 越看越多 那些蔬菜 好像一座山 这边是卖水产的 老婆也只是看电影 卖 尸堪也有 真是净 我还看到苏米 10元4条 不贵 而且现在幼儿期已经过了 很多海鲜 很便宜 再来就是淡水自当 有几间斩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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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起刀落 中山脆肉弯 挺生猛的 有些鱼生猛 看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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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到鱼 暂时未见到 还有这些 时间差一点的水产 还有几间斩鱼 还有几间斩鱼 这些几间斩鱼 还有几间斩鱼 还有很多水产 还有红衫鱼 各种都有 来到水产的部分 在地下 就稍微濕一点 易术正常 狗折虾都有 我们终于看到浴宕了 浴宕的浴宕是这种灯 浴宕的浴宕 这些浴宕的浴宕我没明白 实际上的浴宕 这些浴宕很强烈 实际上我们发现浴宕的浴宕 很多潮州老美 这些浴宕的浴宕 也有很多潮山人 刚才我听见他们聊天 和说的后音 是有潮州话的 这些浴宕的浴宕 我们不买了 老实实说 早几天才买了这么多 这市场很容易闹 下次可以过来这些浴宕再吃 我们现在回到抗婴大街 回到抗英大街六点半 天色越来越暗 越来越暗 意味着我们要去找食物 我们先走到尾尾 这里有利潮餐馆 刚才不是这么说 很多潮州人在这里住 应该这里的潮州菜都挺正宗 可惜我的相机动态范围太差 刚刚有飞机在头顶飞过 以前我小时候住在白云区 在这里附近也是这样 那架飞机就正正在头顶飞过 很厉害 在面前走出去就是桂花岗 如果我们要去食围仙 在这里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出去 然后转左就是中央酒店 中央酒店的对马路就是 交电伸村 然后就进入景泰坑 景泰坑就是食围仙 大概15分钟来到 卖水果这部分 似乎更为热闹 不停在叫卖 龙眼昨天才买过 不买 我说的 昨天是多少钱 差不多 5.9元 再来 黄牛肉 整条黄牛 搞到我心里想吃潮州菜 再来 这边就是刚才市场的出口 其中一个出口 好 再来还有大西瓜 各种都是有的 是的 中医学院 通常我们叫 小时候我就在这里看病 我也来过这边看病 你也来过这边看病 那时候读书的时候 但人家不知 是的 很近 很近这里 中医学院 急病就不能看 就是看慢病 急病 急病就是一般 老实说 但是慢病 就可以 可以的 就可以的 尤其当时中医 和现在中医 有没有那么厉害呢 我们就 不如先过去食围 我们过去 刚刚进去村口那间 那间 烧鸵 那间 挺光亮的 是 一如这样 我们去那里吃晚餐 就不过去食围 先住了 留下一次 留下一次 带个老婆走 阿子嶺 这些就是刚才 我们带过大家 进去食中村里面 这边 有很多地方 都是租出来的 特别多水果 再来 还有这些 表演库 10元 白菜价 至于这边 真的在买白菜 全部都是在买菜 旁边还有个 金牌烧鸵 都是看来 烧鸵 适合我们 同一间 两个地方 看看坐这边 还是坐那边 我们就进来餐厅 这里 海城 21992 看下餐牌 这个是小餐牌 老婆看大餐牌 我看小餐牌 它是有两味特价 一味是烧鸵 一味是乳鸡 只可以二选一 我们选乳鸡 一口豆腐酥 挺吸引我的 鵝掌液 78元 真的 这个很厉害 老婆是不喜欢吃猪润的 可惜 铁板黑椒厚切 黄沙 吸引到 再来 这种做鸡虹的办法 第一次见 就像湖南鲸鱼头 再来 还有这个煲 这个煲 猪担煲也不错 刚才老婆介绍我 可以尝试酸菜 煮肚煎 很棒 老广味猪排 大头菜 蒸猪肉羹 黄豆 凉瓜 全部都是这些 港式的粤菜 港式粤菜 再来 叫海城 当然有海鲜食 但全部都没有写价钱 海虾 花螺 野生水鱼 九折虾 生蚝 沿背野生水鱼 刚才还能够熟 他们还有现场烧生蚝 不过我们应该不会吃 终于到我看大餐牌了 刚才说过 决定了吃乳鸡 烧鸡 就不必了 不过也有很多选择 哇 挺漂亮的餐牌 一看过来 最吸引我们这两个 我自己是会喜欢吃这个 但是 你看这个 卖上多好 而且价格48 决定要一个海城一品煲 不过再来 当然少不了 鸡 清远鸡 65元半只 白切猪蹄肉 55元 三杯大雀 很厉害 56元 再来 刚才说过 酸菜鱼 蒜香骨 浮皮羹 都有 还有 原价乳鸡 38元 如果您烧鸡 如果您烧鸡 那是58元 那是29元 我乳鸡 乳鸡 乳鸡 早前吃过这么漂亮的烧鸡 对吧 接过来这些鸡 我不和大家慢慢说 128元 清远鸡 一品煲 就是我们要点 48元一奶 接下来到烧尾部分 看看有什么漂亮的烧味 客家老叉烧 这个好 这个好 够胆做老叉烧 不简单 蜜汁叉烧 澳门烧肉 再来就是一些 老水菜 老鹅肾 老水拼盆 老水掌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老水掌肉 不过大了就不喜欢 不知为什么 再来停售的猪手 白切猪蹄肉 我刚才说过 再来 还有三文鱼 也有三文鱼刺身 各种刺身 北极杯刺身 就是我们要点的鱼甲 这个有趣 很难想像到两面鱼 可能是烧烤档那一片 煎鸯冬菇拼多春鱼 这些烧鱼好吃 还有年藕 五花肉 香煎牛仔骨 价钱固然就会贵一点 还有这个 我以为这个是盐贝 白肉豆腐 泰式白肉豆腐 再来 甚至乎这些 山水豆腐 不过大明明 人体上是肉饼 山水豆腐 还有这个 真的不得不提 梅菜扣肉蒸蛋 是不是有味道 客家菜 还有刚才我们也考虑过这个 松草花蒸牛仔 我们是想过白饭 不过这么寡 试试阳洲炒饭也好 干炒牛可 就不必了 废话少说了 下单 最后说这个 他们也有沙窩粥 58元 98元 大饭 我们下单了 来做饭池水果 这次不饭后吃了 这个哈蜜瓜 我们刚才买了 买了5元鸡 就在面前的水果 当中买了 这么难开 他们又给了一支 给我们一支棍 你看 这个 甜不甜呢 不知道甜不甜 老婆又在外面 她选择哈蜜瓜 的功力 对呀 她选择哈蜜瓜 很棒 很甜 甜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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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甜锅 应该做到8月15日会再甜 新甜的 嗯 新甜的 那些闻又要够深 又要够密 差不多吃到 差不多烂了 真是操守不及 送了一支汤汤给我们 都还要维细 会不会 因为8月的摄录机 来送呢 其实不是 我在旁边台台也有 对呀 对呀 虽然是送的 肯定是煲开 大煲 不给你的了 难道自己煲什么 傻了吗 老火汤 老火汤 广式老火汤 看看哪些料 红楼白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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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煲得够火候 肯定的 果然不错 我先吃黑麦瓜 尝尝一口 尝尝一口 老火汤 老火汤也不稀 不过 肥肉就撕了它好些 是 我猜它是猪肉 是 我猜它是猪肋 是 我猜它是 好像家里煲的汤 很美味 哇 很棒 真 真的挺好喝 你看 不过 凡是外花刀喝的 也就是 嘗嘗粟米 嘗嘗粟米 这道汤 如果在海外 应该不算难煲得到 粟米 红楼白 猪肋 应该都有 好 第一个送上来的就是 这个 一品煲 原先 我都以为它会垫很多菜 数了一下 四个 四个菜 而且是这种 比较贵价的 椰菜花 这个叫椰菜花 我看看有什么材料 有虾仁 有 这个应该是神球 这种醋 的 有牛鱼 有冬菇 这个是猪肚 我猜 有很多材料 还有什么呢 各样有些 最好的 还有这个 这个 暫时看不出什么 要吃过 用猪的形式 煲鱼 还很热 我不想煮 夹入碗 和老婆两次吃 让我们试一下鱿鱼 不错 好热 好热 它的味道很好 提筋 不是提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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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蒜头 我试试这个 冬菇 很好吃 这些是干鱿鱼 不是鲜鱼 干鱿鱼更贵 冬菇 冬菇最好是什么 有咸味 好吃 好吃 刚才我那块不好吃 近这位置 这个最好吃 这块鱿鱼 这个鱿鱼 它切到那些花纹 它就更容易吸到那些味道 原先一上来 我以为它打烟打得很松手 吃下去也不好 到虾了 虾也是有的 虾也很好 虾是鲜剝的那种原味 为什么呢 它只能吃得到 是剝的 不是雪虾 再来就 让我找到一件提筋 提筋 做一件西南花 这个配搭 提筋很软吗 不是提筋 不是提筋 这些鱿鱼 我肯定吃得到 哇 猪肚 咬完再说 猪肚是否软 我还没吃 不知道 这些鲜鱼 那些鲜鱼 鲜鱼 鲜鱼 它双鱼 很软 很好吃 就试下猪肚 我喜欢咸 酱头 它这些汁也不算很多 不是用猪肚的汁浸 没有 少少 只有这么多 这些汁 想不跟 接下来试下猪肚 哇 冻牛 很軟 嗯 是的 豬腹也很軟 反而我吃了這麼久 最不軟的是第一塊魷魚 哈哈 我第一塊選擇的那塊 吃過了很好 再試一次 這塊再多些味 再多些汁 更加硬一點 先吃乳鴿 一次過兩道菜 再送上來 先吃乳鴿 炒飯和乳鴿一起來 乳鴿我們看著 師傅在那裏攪拌 擺盤這麼漂亮 用紙巾先 嘗嘗乳鴿先 老婆說皮脆肉嫩滴緊汁 真的滴緊汁 新鮮 當然 其實這個乳鴿我們等了很久 我們一直在想 這麼久 是嗎 不然我們看著師傅在那裏攪拌 新鮮乳鴿 嘩 嘩 很美味 這裏 很美味 這裏 脆皮 這個乳鴿 是達到我的要求的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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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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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这部份 这部份特别是焦的 这部份不焦的 应该是炸的 我继续吃这部份 看看这部份 因为乳鸡不算太老 所以里面肉不算太多 但我吃乳鸡就是追求这种感觉 嘩 口里面有爆汁 那些汁在里面多到 好 吃完脚就试一下 讲讲部位 刚才我吃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部份是一丝一丝的 它不是一块一块 部位会比较薄 至于这里一块胸肉 会怎样呢 吃了再说 首先将它们分开 因为这些比较老的鸡 其实是会一撕就开 这个呢 这个呢 黏得很熟 啊 好热 试试这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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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会有汁 咬开之后呢 它不会很硬的 就正如我刚才所说 它的鸡 不算太老鸡 吃到鸡翼这部份 和鸡翼这部份 是会很难咬开的 绝对没有这种情况 而且呢 还吃到一丝一丝的肉 除了juicy以外呢 所有 这些鸡翼鸡的东西都齐备 当然 它的鸡翼 怎么会有汁呢 嗯 只可惜我不喝啤酒 喝啤酒呢 送这个很棒 趁热吃个炒饭 炒饭炒得挺好的 饭粒粒分明 鸡翼鸡蛋不算太多 这些都是以菜粒为主 我呢 其实就很喜欢吃炒饭 因为炒饭呢 在北京的时候呢 已经闻到很香的肉味 那种炒完饭之后的香味呢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意的地方呢 这个餐厅呢 我们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最后呢 听到它呢 大多数都是讲本地话的 讲广州话的 讲广州话的 本地人居多 大家想想 这里城东村 这么多外类人 我们前边 这里有一班 就是广州人 左手这边 又是广州人 后边都好像是 哇 这饭很够锅气 哇 够锅气 是有炒饭的那种焦香味 我认为呢 因为我以前 都经常在家炒饭 做宵夜的 我认为 好吃的炒饭呢 它的味道 是分了几个层次 一吃到口 就是那种焦香味 有少少 可能叫锅气 但是因为我 以前是自己家炒的 当时呢 没有用天然气 锅是不够热的 加上自己炸的 吃不到那种锅气 一定要出来外面才有的 一些小餐馆都吃不到这种锅气 一定要来茶楼才有 饭店才有的 然后呢 然后呢 慢慢揚炒饭 里面有很多蔬菜粒 你就吃到那些蔬菜那种甜味 到最后慢慢咬 慢慢咬 就是米的糊菌 嗯 全部都齐了 这个 这些蔬菜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呢 我吃炒饭是喜欢这样的 这样做起 这样做起 放进口 嗯 就是这样最好吃 我就不喜欢这样 爬爬爬下去 有时候可能会用羹 但我觉得这样呢 是最好吃的 这样品尝炒饭呢 是对一个炒饭的尊重 好吃 再换一只 一品锅里面的虾 放进去 嗯 不过也太麻烦 其实应该呢 好像我女儿都没有好心机 将一些乳筋 放进去 正 喂 小哥 我来吃饭了 哇 趁热 吃多这一碗 不然明天打包 哇 带手就 没那么好吃 这个位置最美味 很麻烦 你看 鸡汁 放了多久 放了一会儿 嗯 哇 一口全部都是汁 那些油 是啊 对啊 你不可以炸太久 你看这些颜色就知道 炸得很深色 嗯 如果你炸得太深色 那些干了 没那么多汁 嗯 嗯 我们最终埋单呢 是百二元的 一百二十一元 啊 抵食啊 泪汤 送的 纸巾呢 它们是 全包纸巾呢 它们是 全包纸巾呢 我以为 包纸巾收我很多钱 两元鸡 两元鸡 我们试过 有一次吃饭 哪家呢 不要说了 好吃 包纸巾是八元 收我 这里收了两元 你自己出去买也要一元 是吧 茶位也三元位 好合理啊 是啊 再来 其实我认为 揚州炒饭 是最抵食的 真的 是啊 够饱肚 不是说这两个不抵食 都抵食 这个也挺好 在外面吃不到这个价钱 真的 这个呢 原先呢 就觉得 说就说特价 都其实不是很特价 但是上到来 吃过之后呢 又OK 啊 算多汁了 算多汁了 就是再特价 我都吃过 10元鸡鸡鸡 我也吃过 不过呢 质素就 是有点距离 那当然 一分钱一分货 好了 各位观众 今集影片到这里为止了 一定大家下集见 拜拜 我们现在就准备坐地走 你看这群叔叔 还在捉棋 这么难的人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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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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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